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视端 今节有我许杉 另外还有我们的新西兰 宜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节回来想讲讲 微辣的前经理人阿晶 离开了这个世上的事件 当中有一张哭哭相的大合照 有六个网民拼出来 话说当时阿晶说了一句 类似的说话就是 老板六毫子哭哭叫他留下 有些人说他有作试 如是者就用测试 将自己一些正常的照片加上哭的效果 大家的意思是说 我都很喜欢哭 每个人都哭我又哭先 如是者令到阿晶 心灵方面受到很大的打击 再加上他 嘲笑他 是的 没有了小朋友的事件 已经有抑鬱 那些情况出现 再加上这些 职场上的欺凌 再引起一些网民来狂骂他 那些情绪令人感觉自己永不翻身 很难受 这六个人后来被大家指他为 杀人兇手 你们个个都有份 而且我们有看阿晶 他写出来的遗言 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雪山崩塌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即是间接地的意思 即是当他这件事爆发了之后 其实可以这么说 没有一个人 你可以说 在这件事上 你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 现在 看到好像疑似 除了霍哥以外 有两个人跳出来 好像说到自己也挺无辜的 是吗 又有两个 那怎么无辜的 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下面的那一行 中间的那一行 这个叫做阿晶 就是李晶宅的晶 是 他就说回 隔了好几天之后 他就出来解释 他说这张的哭照 就不是他做 也不是他摆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得到 那个 简讯里这样写 阿晶都很喜欢哭 看起来有似 不是他做 所以有人做 所以我们这样形容他 那为什么 就做你 又不做 现在被人指为 叫做薇辣的清泉 霍哥的呢 这个是 为什么霍哥又没有人这样玩呢 大家都是同一间公司 旗下的艺园 你又会这样拿来玩的 其实是否你自己本身 都是同意这样玩 我就对此很大怀疑 我觉得这个人 是特意想别人这样做 对不对 我们以一个恐慌的角度来问他 人们不禁要问 还有这里不是法庭 我对眼就是证据 即是我们肉眼看到 我们看到报道的是 我们有这样的疑问 现在他说到相当无辜 当然可能看到 现在的报道 这个阿成 他自己都说自己 原来他有情绪病 那些 还说他在过去来说 有和阿晶 在微信里面 互相聊天 互相交流 这些情绪病的问题 例如要不要吃药 看什么书 深呼吸 或者呼吸法 或者做些什么 大家一起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 我们看到 阿晶 也可能主动会问他 有准时吃药吗 有 但一般 晚上会好些 白天吃的 会非常眼眯等等 或者 这个阿成 他真的有 一定的情绪病 也不扛 可能他没有 也不扛 即是假扮 即是同病相連,那行不行呢? 有時候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也見過有類似的情節 電視劇也有發生的 他為了接近一個想去調查的人 女性的對象 他就混入了戒酒會 明明他自己沒有淤酒的習慣 但因為那個女士有淤酒的習慣 所以他要進去這些 其實是美劇 他就在戒酒會 去談談談接受輔導 而這個人為了接近他 去拿資料 知道一些機密 所以混入了戒酒會 大家都是同病相連的人 互相認識對方 去接觸 但其實是有目的 我們不可以百分之一百排除 是否會有這個可能性 阿成都說自己是有情緒病 還是怎樣 你不是落井下石 還是怎樣 沒有的 這個當然不是 對吧 如果他真的有的話 我先假設他這樣說 真的有 這樣的話 到底當這件事 要先批評薇辣 但是我們看到他 是靜靜地離開的 還有這張哭相 要怎樣解釋 你就說這張哭相 不是你自己做的 但是你始終都是 是你用你的樣子 你用了你的樣子 應該就照道你 他是知情的 可能真的不是他做的 也不一定 找其他員工做的 但是你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而你有知情的話 而有你不阻止的話 好像你有份加害於他 當你想想 就算你說時序的問題 你說 是的 我們還記得 阿禎 他臨離開之前 他也有說出過這些哭相的人 他們之間 即是阿禎的意思是 他也有跟這群人 道過歉的 用微信 即是說 已經是我給他們玩 我還要跟這群人道歉 阿成 你也是其中之一 是的 同意 有把你放出來 也有跟你道歉之一 所以為什麼 就是說 雪山崩塌的時候 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 這句說話 有什麼意思呢 現在阿成都說 是 自己不能夠拿抑鬱症 來做免死金牌 或者可能 在你們眼中 我也是其中一朵雪花 他現在就 退一退 即是說自己是後悔的 如果能夠當時 多些關心一下症 多問他一兩句的話 會不會結果 會有不同呢 他說 在他那篇文章 最後也有寫的 要跟阿晶說一聲 說一聲 作為朋友 作為病友 他就忘記了關懷 阿哥 我又要用一個控方的口吻 來質問一下 如果你真的這麼關懷 你這個病友 的話 你理論上來說 就算你不跟他聊天 也好 等於我們 跟朋友可能很久都沒有聯絡 但是 會看他的Facebook 會看他的態勢 是吧 看看他最近生活如何 生活過得如何 沒錯 好呀 去英國祝你好運 有時可能會這樣 如果你看到阿晶 你的病友 情況是去到 要吃兩排這些安眠藥 甚至乎 再之前 記者朋友 都已經打電話 問他 情況是怎樣的 我想 去到這麼大件事 記者 都了解到 發現到這件事 你身為他的病友 身為你跟他 互相扶持的人 為何 你會好像 不覺得有什麼 幫助他的事 到現在 你就說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之前亡成這樣 當然 你又跟我說 對呀 我很忙 你們這些 是靠社交媒體 靠網絡 靠這些 來賺錢 你不留意你的社交媒體 你玩我 每天都會看 老實說 裝模式 不看 每天看 在網絡賺錢 你可以不看社交媒體嗎 不行 甚至乎 請人幫你看也要 自己看不及的話 即使他們的對話 即是阿成 擺出來的 和阿貞的對話 我們看到 暫時 日子來說 是到2021年的年底 至到 到2022年的1月 都有幾句 在1月底 但是 你看到的時間 也算是隔得很遠 剛才聽到 2021年的12月中 到1月底 才有一句 文壇不解 即是不熟 即是 開始隔很遠 然後到2022年的1月底 說完這句說話之後 到7月6日 記住 是7月6日 半年才有另一句說話 如果你真的這麼緊張 你的病友的病情 你會不會半年都沒有跟他一句說話 總要 半年後阿貞才問你一句 你才回答別人 即是你才有一點點回應 但接著已經不見了 如果你說到 那麼緊密的話 半年 你都沒有關心他 不像緊密 我覺得他只不過是 當對方是普通同事 僅此而言 沒錯 大家在微信上 談論過有關病的事情 問題是 你過往之後也沒有經常聯絡 對不對 你沒有經常聯絡 我覺得你和阿成 和阿貞之間 只不過是帶著一份同事之間 而且還是較為疏離的關係 看個小也像是 即是你如果說到這麼關心 這麼關懷 如果是我 我夜蘭人證想起你的時候 我都會發短訊給你的 就算我不發短訊給你 我都會可能在你的IG 或者在你的Facebook 留言 狂逼 即是一口氣給幾個帖子 都會給點讚 深深一點 沒錯 即是讓他知道 我留意到你 當然 你說阿禎 這些被人追擊 誰會被責傷他 就是鬼 即是對公司不利 要照廢 這些 之前有些毒涉苦 這些說話 公司裏面 那些 都有說多一點 阿成在說到 病友關係 又說自己在 在2020年的年尾 就開始情緒失控 甚至乎會傷害自己 又不敢跟別人說 甚至乎 連他太太也不知道 嘩 你這個 失控 也挺懂得選擇時間 去到醫院檢查之後 就說自己患有抑鬱症 需要食藥 以及進行長期治療 他說他不敢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病情 也怕會得來異樣的目光 那時候他知道阿禎有抑鬱症 所以就和他一起聊天 是否坦露他的病情 這個那樣 又說有一次在公司萬政節 突然在人群裏面 就覺得窒息 想盡快離場 又說自己身邊沒有藥 又說經過海邊的時候 衝動想跳下去 在他無助的時候 就問了阿禎 阿禎就教他呼吸法 這樣那樣 說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這是一件事 又說我們不得不 如何偽裝成為一個正常人 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寫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這是一件事 他說這段時間 每天都收到過百條罵他的話 如果罵到你這樣 你的抑鬱症有沒有什麼復發 請問 罵到這樣的話 一般人來說 都肯定復發了 對吧 或者他說 阿禎廣告的真正對抗方法 是正面地面對 正視他的存在 他說 再難聽的話 都不會刪斷 他說他能夠 突然撐得到 又說可以撐得住 這個就是 感人肺腑的 我們就說到這個位置 總之 我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如果你是否真的跟他這麼老友 還是怎樣 你說你有情緒病 有抑鬱 可能也可能有 但是是否真的跟他這麼緊密 為何去到後期 有一段這麼長的時間 都叫做疏遠了 你記住 是2021年到現在 2023年7月 是兩年了 很久了 這兩年你有沒有跟他聊一下 還是閒事一句 還是怎樣 我想一句都沒有 其實就是 只不過這次出了事 太大單 所以就跟著風勢 來講兩句 即是我們很難排除 這個想法和可能性 你這樣想的 喂 這班人有什麼做不出 是啊 這個同意 一成班人欺負一個女人 這樣也可以 是啊 你也知道這件事 即是你知道是什麼病友 還是怎樣 嘩 我覺得 你是不是應該要出來 叫人拔回這些東西 甚至乎要保護他 要啊 你見他被人罵到一隻東西 在網路上 有什麼搶工作 還是怎樣 喂 你不幫一下口 你不說兩聲 逐次逐次問一下他 網路上有這樣的事情 在說你 千萬不要生氣 沒有辦法 他們要說這些話 安慰一下也有 沒有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現在出來 就說到這麼誇張 我真的不是這麼百分百相信 好 我們還要趁少許時間 再說另一個 另一個 另一個又說有情緒病 這個 就馬上跟他的 算不算老闆 是家聰的得力助手 家聰的得力助手 那當然是老闆 叫家聰做老闆也不為過 這位仁兄 他就叫做阿泰 是不是 阿泰 沒錯 阿泰 他現在有什麼解救 泰哥他就說 已經離開微辣了 對公司很失望 對網絡很失望 對全世界都很失望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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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做事你不說 嘩 現在 阿貞走了 就是看到這麼大的危機 才說回這些話 很假 好像有病 他又說自己 這兩個月朋友陸續開始叫我看病 怕我也會變成下個阿貞 不是吧 你有病我看 我不太覺得他有病 只不過他這樣說 可能只不過是博同情 老實說 我覺得像馬後炮 他還說後悔 為什麼不早些解藥 是嗎 是啊 有一點點像還反過來 跳出來 我都說你們是人渣 我早就想離開 你們這樣欺凌我 那些朋友 早就叫我離開 還擔心 會不會下場就像阿貞 被大家欺凌 又哭上 還是怎樣怎樣 沒有 沒有 對阿貞有任何一絲的同情 我過往沒有 你現在阿貞出了事 你才說這些話 我覺得太馬後炮了吧 對吧 即是他的意思就是 我以前也是被人欺負的 是嗎 是嗎 哦 這樣 剛才唐英里的質問 他也似乎想好 如何封回自己的屁股 是嗎 是 我沒有資料 我沒有資料 我沒有資料阻止任何事情的發生 現在是 以前是 將來也是 然後就是R.I.P. 這樣就想撇清關係 太兒戲了吧 應該沒那麼容易的 但是 最慘的是 你是沒有在阿貞出事前 說回兩句 這個是你沒有辦法的 你是證明到你是真的有這樣的誠意 或者同情阿貞 現在是他死了 搞出了一個大頭髮 整間公司是 可以說得上處於風雨飄渝的狀態 的時候 你是為了自保 所以就說一番話 對 即是你連好像阿成這樣 即是說自己去看醫生 即是說自己有情緒病 抑鬱 有沒有醫生 你連這些都沒有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麼 現在看到你的所謂老闆 就是家聰這樣的境 就馬上說 我不做了 逼得有人這樣 瘋了 就來 你現在才來挑選 更加可恥 非常可恥 那個是李老闆 我不管 先撇除他老闆的為人 但是你從一個 僱員和僱主之間的關係 你這樣就撇走李老闆 我覺得這個人也是 就是有一種 遇到一些風浪之後 小小的風浪 就馬上就跳船 那種人來的 是的 臨頭各自非 阿禎那句就說得對 即是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 或者去到心裡想 死吧 即是我一想過 我也死了 跟家聰的關係這麼緊密的話 所以就立即計算 你太緊密了 你跟你老闆這麼緊密的話 你說我煎你有餅 我就不相信 即是已經忍了很久 不是吧 我真的不相信 你現在才說 是吧 如果說即是沒有死 你會不會這樣說 不會的 就是 無論如何 有時候這些事情 遲定早 就很難去計算 好了 我們今次就看一看 事況發展到這樣 大家對阿成和阿泰這樣說 有什麼看法 不妨一起留言說 好 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